一百一十三學年 大學分發入學 昨天放榜 由於招生總名額 較去年減少超過五千人 今年只有三十一校 缺額兩千五百零五人 今年錄取率為百分之九十四點六二 大學考試分發委員會十五號 舉行記者會 公佈這次大考 統計結果 受到招生總名額 較去年減少超過五千人影響 今年只有三十一校 缺額兩千五百零五人 這次登記人數為三萬七千零六十九人 總錄取人數為三萬五千零七十六人 錄取率為百分之九十四點六二 這次大考 共有三十一校出現缺額 其中實踐長榮 大葉等六所失效 缺額都超過兩百人 缺額最多為實踐的兩百九十六人 文匯表示工程和資訊學群還是熱門科系 文史澤學群的缺額情況 能夠和往年雷同 不擔心啦 大概他大概就是也是一樣跟往年一樣 大概就是趨距離一個穩定的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我們學校在那個開始的時候幾乎是掛鈴嘛 其實其實那個旅程都補滿了 此外 這是東華和台東大學 各有九十七人和四十人的缺額 引發是否受到地震因素影響的討論 委員會提醒考生從15號起提供分發結果說明系統 供考生查詢所填的志願沒有錄取的原因 考生如果有疑慮 自19號為止可申請復查 統一在26號公佈復查結果 記得陳阿欣 吳家寶 台北報導